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ameMark 本次科我们接着来介绍FrameMark中的内置函数 先来看一下本次科的主要内容 本次科将介绍数字日期与布尔函数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演示过一部分函数了 相信大家对于函数的基本使用还是比较清楚 我们还是在function.ftl这个模板文件里面来演示一些代码 对于函数的调用,我们使用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我们隔开 接着把我要演示的这些函数放在注释里面 现在看第一个C C是一个数字函数 它能够将数字转成一个字符刷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数字 我们直接使用差值是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数据的 我们可以来执行一下 这里可以看得适 同样的如果你改成小数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C有什么用呢 好,现在我调用了C这个函数 那么从现在的效果来看呢 它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任然呢将4.2原模原样输出到了界面上 不过呢,一旦我们设置了一个地区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解释setting的时候呢 其实演示过这样一个效果 如果我将local设置成匈牙利 这个4.2仍然显示为4.2 那假如说我没有这样一个问号C 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 它会将4.2当成一个数字 而这个数字呢 在匈牙利这个国家呢 不是使用点来隔开整数与小数部分的 而是使用逗号 好,那么这是需要大家了解的 数字我们转成一个字符串呢 就使用问号C 好,那么这是关于C这个函数 接着呢还有一个实距 好,在演示实距之前呢 我们将这一句话呢 放在注册里面 不要对现在的地区呢 产生影响 我们还是使用默认的 那么实距呢 它的形式呢会更加的灵活 比如说 我还是使用4.2 那么问号后边更衣死距 那么效果来看呢 应该跟C是一样的 不过呢我可以在后边呢 打点R 比如说我出现一个 percent 按照百分比来显示4.2 那么就是百分之四百二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使用 Current 这个呢跟金钱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 这里显示的是人民币的符号 好,这是关于实距的 一个基本用法 另外还有两个呢 是 StruitingLumber 跟StruitingComputer 这个效果呢不明显 我就不再写了 另外呢 对于数字来说呢 还有对它四手侮辱 以及向上取证和向下取证 我们呢分别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个4.2的问号 后面跟的是Rund 这里就是一个四舍五入 所以呢 4.2它就变成了四 那如果是4.7呢 它就是一个五 好,这边呢 叫四舍五入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4.2问号 叫Flo 我们看这个结果呢 是什么 它得四 那如果改成4.7呢 它还是得四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认为 是一种向下取证 还有一个C0呢 是向上取证 它是表示呢 不小于4.7的最小整数 那么4.7问号Flo呢 是向下取证 只不大于4.7的最大整数 好,这两个在一般的编程语言里面呢 基本上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方法 对于数字呢 我们只介绍这么五个就够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日期函数 这个地方的日期函数呢 我们介绍这四个 一个是时均 一个是Data Time 以及DataTime 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个日期的数据 还是六一个哈希Map 接着我们就将当前的时间呢 给它存到数据模型里面 好 现在我们的数据呢 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Data 再回到函数里边来 我们首先呢 使用一个时均 这个时均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些格式 比如说 我想要的是 免份 我们执行一下 就是2015 那如果我们还想要月份 我们接着写 那么通过这个格式呢 我们是能够得到任意形式的支付创 那假如我们使用Data呢 它就会得到一部分数据 我们来看 它会得到这样一种格式的日期 那如果我们想得到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叫Time 如果我们想得到日期和时间呢 我们就使用DataTime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的几个相关的函数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布尔函数 这个布尔函数比较简单 直接呢 就是一个时均 比如说 我来一个to 如果我简单的使用 这一句输出呢 会有错误 那假如我们使用一个时均 把它变成一个支付创 那么这样我们看有没有效果 没有问题 实际上我们之前使用c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对于使均呢 我们除了这么去用呢 还可以指定一下 当前面这个值是处的时候呢 我可以给一些这样其他的支付创 来作为对处和force的替换 现在是yes 假如我们这个值呢 是force的话 他就会得到no 这是关于布尔形的数据呢 他如何转成一个支付串 那么对于支付串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可以使用了时均 打点 然后调用后边一个person 或者currence 来进行数据的转换 不过呢 这里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呢 对于支付串 我们还有一种 类似于c预言的风格 比如说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使均 来进行这样的格式化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将4.2保留两位小数 但是由于呢 我现在只有一位小数 所以呢 效果不明显 但是呢 我如果加上 345变成一个四位小数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效果 他就会将后边的2345呢 简化成只有2和3 这两位 那假如说我们第三位呢 是一个5 我们来测试一下 他会不会进行四手五入 没问题 所以从我们这几个例子来看呢 使均这个函数呢 使用的非常广泛 包括他可以用在数字后边来进行转换 还有在日期后边转换 也可以呢 在布尔形的数据上面进行转换 这是关于使均这样一个函数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就是演示了一下 对于数字的相关函数 以及日期的相关函数 最后呢 也介绍了一下布尔函数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